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有一个之前是我们的身份 比如说我是哪里人 我是审设的儿子 应该是一个不是真实的 其实对我们来说 如果走劝的时候 我们有无数个身份 如果是按科学来说 平行为多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身份 甚至有的人 但是你认知有两个也没问题 就是如果是一位 修正在 一位登地菩萨 他可能有三个四个身份 四五个 可不止一个两个 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身份 总想代替那个真正的我 其实两个都是缓 两个都是缓 对 你哪个都不能认 你认哪个都被哪个控 认这个世界的你 你都被三围控 认那个围多的你 你被可能四围控五围控 被光明生嘛 如果你有一个一神神 或者坏化身 那它是有光明镜嘛 那你就被控在天道了 就是天人生嘛 你控在化身 天人生里边 跟空在人道是一样的 两个境界 其实两个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那个假 这个真不是的 是两个都坏 你唯一能认的就是你是佛 没有其他可认的 而这个佛身 是无形无相的 你不能以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是佛 那外法都是你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 但是呢 你这个佛心里边 却不能挂一法 你不能说我就是这个杯子 但是佛包含一切 但不能说佛就是这个杯子 意思就是说 不能这样说 意思就是说我可以 就是所有的都是我 是的 但是又不是我 嗯 心无 但又不是你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你怎么样 用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境界 来理解这句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人 现在坐在这 用意识层面 如果理解说 一切都是你 又不是你的话 很难理解的 那么这句话 如果从正量上去理解 就是一切都是你 如果你心无挂碍 心无牵挂 心不执着 不分别的时候 就是说 一切就都是你了 你就是一切了 但是如果你心有分别 心有挂碍 那你啥也不是 你就是你自己 我能懂你的意思 可能就是那个金刚金 你讲 因无所住而生起 是心无挂碍一样的 我现在就一点 我现在在破这个身界 反正这个身界 我不知道该怎么破最好 我的代表就是沉重 这个以后会不一样的 肯定不是这样的吗 佛不战彻于苦行 就是说在印度 国印度有很多人 去在射身上去 比如说睡在荆棘上 躺在粪便上 或者用火烧自己的身体 让剧烈的疼痛来 让自己甚至用刀割 然后让自己疼痛来去 去体验这个授极时空 或身见 但这都不是证件 都不可以的 都无法证得证得证据 但是 我现在发位是这样的 就是在作品馆里 然后把窗户打开 然后一些蚊子进来 然后蚊子摇我 然后就是 然后一动场就这样 我觉得你现在只是说 你的心不定 上次有点心魔 就是要尽快地突破它 否则就太可惜了 就会迷在这个心魔导致的幻境里 也许其实是一些很美好的环境 对你来说 但是呢 这些环境会毁掉你的 你知道吗 毁掉你所有的修正 这么多年的修行 或者甚至世事的修行 都会毁掉 但是要突破 要需要很坚定的毅力 去突破的 对 是一种 也是我这里的表情 妄想 妄想 妄念 就是头脑里边的妄念 制造出来的 不断地坚定的 不断地的幻境 对 我现在感觉到 这种妄想 你的问题是出现在 如果是心魔中的人 他制造的妄想 他自己是无力更坏 他无力去抗和C位 那个东西是个幻境 他无力跟一个空的东西抗和 如果他是个扇子 他可以把它折断打碎 但是 他是跟自己制造出来的 幻境在抗和 所以他无力 除非你不动 清下来 但如果我去修 修人禄 什么也不用修 你安住在那 不动 如如不动 比你更 就是说 不管任何幻境 身体里边 比如心脏这一关 你出现心 蓝色也罢 黑暗也罢 出现光明也罢 黑暗也罢 难受心痒痒也罢 痛啊 烦躁 任何 如如不动 就是先跟自己的角色考 如如不动 但比较困难 目前 对你 有点折磨人 是的 因为每天你要出于的内容 非常非常多 然后你要参道 你不可以这样子修 对你 目前你已经不能这样子修了 知道吗 放弃所有的修法 知道 所有的修法 佛法里边 所有的概念 认知 修法 所有的维度 全部放弃 就是所有的境界 不是人道的 天道的 各种维度的 全部放弃 修法也放弃 只保持不动 当关键是 我都不知道 拿来人 当 你有幻境 你有幻境 你这两个东西是你 任其他的那个 就是 就是另一个道理 这个好破 我说非常好破 目前对你是不好 但是只要你有决心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一旦突破这一点 对你的修正 会有帮助 修正会有很大程度的突破 你会看清楚 就是你最起码会得道 也看清楚 很多事情 事情的真相 还有 我种感觉 我跟那个文书师庙 非常相应 我想问一下 就是 会不会是我 会不会 我就是他 或者说 目前对你来说 你可以认为 你是所有诸佛菩萨的化身 都是可以的 知道吧 你这样去讲 甚至你说我是佛 也没问题 但是你没正德 你先安住 去这些理论 这些定论 从理上说 这些都可以说的 甚至他也可以这样说 他也可以这样说 说句老实话 因为我们无形无相 只要我们的心 跟他们相应 你就可以 因为你的悲心很重 知道吧 你悲心很重 所以你可以给 观世仪菩萨相应 也可以跟文书菩萨 因为你的悲心 已经很重了 但是是 天魔道的悲心 知道吧 就是悲魔 知道吧 这种悲心 会控制你 这种悲心就是 悲到让你吃空 但是它里边没有磁 知道吧 关世仪菩萨 大慈大悲 里边是有磁 悲是两个东西 但是你只有悲 这种悲会让你 就是现在你是空在这种环境里 停下你头脑的环境 头停下来 写出意念 如如不懂 不想 毕杀也不想 什么也不要想 因为悲魔的 悲魔 它能够入取到你的头部 就是说 它的光明非常强烈 让你察觉不到 因为你在那种境界里 觉得你的功夫是很高的 你看到很多境界 而且你会认知那些境界更真实 而不是这个人道更真实 就是说 那些境界 因为那些境界的能量 比我们人道的能量 要强多少万倍 就是说 它的能量等级更高 它能量等级高 你怎么可能不认知它 而认知这个等级呢 就是比世俗的等级更高 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天魔道 就很容易 很恐怖 就是它毁掉你所有的道 就是说 这种悲魔 就是很厉害的 反正我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现在主要对于这个发现 吃能言咒 吃能言咒 放能言咒 把能言咒每天 不管睡觉 或者坐着 身上佩戴能言咒 然后家里就放 手机什么放 开始可能你心里会不舒服 或者会烦 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继续放 不要被任何幻境迷惑 知道吗 并不是说 天道那个魔气是 背镜是 就是说 如果是天魔道的背魔的话 背魔的境界不代表是 假的 你首先说 它的境界也不假 你不要去否定它 知道吗 不要否定你自己的境界 就像这个境界 这个不假 你看到的很真实 但是佛说就是幻境 因为它假是来自于 佛说它是坏 假是因为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万法 都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佛 本来是约绝的 都是因为我们的一念 妄想 妄想本来也没原意 其实妄想在真心里 在我们的空性里边 也谈不上有 因为本来就是妄想 谈不上是真是假 这个妄想就没有真假 所以一切都是 你妄想制造出来的 真的也是你妄想制造 就算这个东西 你看着很真实 但是它也是妄想制造出来 所以你最终是要 停下妄想 你不是去分别 你的境界是真是假 停下妄想 真假都不重要 真假都坏 你需要作员 需要作员 我建议你去用能言咒 需要有人帮助你 需要咒语的力量 来跟你一起抗衡 我是非常明显的感觉的方 还是你的见底不透导致的 见底不透 走到了很微妙的一些境界 当然你有你的音源 也是一些特殊的音源导致的 你有你的音源 但是归根到底 还是见底没透的 在对空性的见底上不透 你目前的境界很微妙 知道吧 一不小心就走火入魔 然后呢 而且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需要 很有力量的帮助你 就是说能把你从这里边拉出来 而一旦这个突破 对你的修正就可以 以后修正就很顺利了 接下来 因为你是在心脉受损了 现在心脉 它潜入到你的心脉 不管是天魔道也罢 或者任何道 在我们真正在佛学里边 佛是度三间六道的 必不恐怖也不可怕 也不要业绝它 业务它 或者大家平等的相处 然后呢去 因为每一道众生都无力自拔 去度脱它 如果说 我又觉得天魔 它的出现可能是 见地没到 我可以这样讲 是的 总圈的也是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盲区里生存 为什么天魔 因为天魔 但是它很快乐 它不想成佛 所以这才是问题 它只是在你身上 或者进入你的心灵深处 其实你这个还不完全是附体 知道吧 你还不完全是有东西附在身上 你跟它相应 总圈的说你就是它 我觉得这个 但是你需要从天魔到突破 我觉得人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完美 但是你在所受到的一些受窜的经历里面 会不会 就是说在你受窜的时候 然后它就突然的 清醒进来 我觉得这不叫清晰 其实说清晰实实是限度天魔 我觉得天魔是一个 就是它有它的福报 跟正量 它跟六道是一样的 其他跟天人道也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叫天魔道而已 知道 然后呢 我觉得它也没有错 它只是修正到这个程度 它的福报赛报 就它投胎转身到这一道了而已 你只不过是这一道运势而已 这个其实蛮 如果你的修正突破天魔道的话 蛮厉害 天魔道有天魔道的优点 知道 不要只看到它的缺失 有时候蛮欣赏天魔道人的勇气的 就是你们的正直 你也不是正直 就是你率直 率直真实 有时候内心想 有的语言或者什么 会马上就是坦诚 说有些东西它还是可以 它无所谓 它会说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或者是什么 它最看不惯那些假形性的伪装 虚伪的那些东西 假形性的包装自己的那些 它天魔道的人最看不惯这些 他会把一些佛弟者的面具 全部撕掉 那你装啥呢 是不是 但是它比较真实 就是它 但是天魔道有天魔道 无法克制的一些 一些七个欲望 或者一些东西 它那种里面没有慈爱 知道吧 它揭露你的虚伪的时候 比如佛弟子 比如假如是 你是属于悲魔 假如是说 一种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出现的话 比如说同样的佛弟子 它有些包装 或者是它有难处 它现在比如说 这个例子 比如它有虚伪的一面 如果于天魔道道 它会毫不留期地把它打灭 就是你装什么的 它就完全就把它就是摧毁掉 甚至如果比如说 它一点脸额 它就把它杀掉了 或者摧毁 但是佛菩萨的野悲 也知道 但是它会有善求方便 它不会 在它没有成熟里 没有达到 这要摧毁以前 它绝对不会摧毁 它的自重心 摧毁它的面子 它会保留余地 一层一层一层 一直到它的成熟里 到达的时候 它才摧毁 就是它会 用善求方便来救瓦它 但天魔道的悲心 它里面缺失了慈爱的东西 正是你自己的内在 正是它 而不是说它去认为自己高 或者低 好 或者坏 去正视它 然后不要任何一个境界 你只需要修正啊 你只需要按释迦牟尼的间谍 继续修正 修正就突破了 每个人 人道有人道的突破点 天人道 天人道的突破点 天魔道是天魔道的 每一道都有每一道的突破 你只需要静下来不动 不要用任何东西来去跟它抗衡 跟你内心深处的那些魔性抗衡 不要抗衡 但也不要认可它 既不接纳也不排斥 如如不动安住 就像有一个 你不要浇磨的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 这是这个东西很恐怖 好像是很厉害 你现在你不要让它磨 就是说 我的心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像一颗瓜子放在这 你既不接纳它 也不抗衡它 它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种角色或者体验 我知道 但是就是说它们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这点我非常有点感觉 OK OK 非常 而且它在光明尽灵 对 然后它们 怎么讲 因为它们的魅力 对你不否认 是的 但是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总感觉少了一点东西 智慧的圆满 跟慈悲大慈大悲 智慧的圆满 应该好好走出来 我相信你会走出来 地下来 地下来 走出来 下定决心走出来 一旦解脱 不管在任何一道解脱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 未来怎么走 一旦解脱你就自在了 那种境界不是一个 强有力的人能够获得的 即使你在这个世界 非常有力量 最后 而且有神通 你也无法体验佛陀的自在 你永远无法 想象都想象不到 佛陀的大自在 所以我一直在插一句话 我经常听不开心心 你也是随行你去学习释迦摩你的智慧 一直你在学 也是英语 尼泰满道很难去进入佛陀的智慧 释迦摩它是排斥的 他不太喜欢 而且尤其里边稍稍有些 稍稍有些不阴暗的 或者有些你看不惯的东西 马上就排斥了 而且你会不屑 唾弃的不屑 对 因为现在的体力是有这种 强烈的排斥 对 甚至你对很多老师 你去看一些道场 或者你都觉得他假猩猩的 在伪装自己 在包装 知道吧 但是你却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慈悲 一个博士生导师 在教幼儿园小学生的时候 他能不伪装吗 他能不假猩猩吗 也算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在修正的过程中 很多类型的东西都会冒出来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对你而言 按正常的也会有精简出来 但对你而言 目前有点点偏 目前 但不是偏的很厉害 但有点点 因为你的头部的光明太强了 就是你所有的能量 全部基督在这个眼底头部 说明你深深的思考过 或者去用意识层面的思考 来去探索这个佛学 来去探索你所有的 而且你可能 企业到很多境界 然后你又执着了这些境界 然后呢 你现在必须把头部的能量停下来 然后让它布满你的全身 然后你的心磨 心这一块的心磨 才能慢慢慢慢 写出光明进来 你现在这一块不对 我也感觉这一块不对 这一块已经有点 乱 乱 有一点点磨劲 没事就好了 没事 嗯 暂时没事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 持续能演奏 应该对魔道周深的 伤害是不大的 但是你持续对你有个保护 我还是在想的 你也要想到 那之前 我还是在想的 你会想到 他一定会想到 也要想到 有点 你不想到 你能够 我 你会想到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